香港的抗议活动也引起了俄罗斯还有乌克兰的关注 我们知道俄罗斯民众最近几年经常会在莫斯科进行示威 抗议当局操纵选举 他们也要真正的民主 那么我们也看到去年年底今年年初 在乌克兰的民众示威 更是导致了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下台 到底俄罗斯还有乌克兰对香港局势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呢 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白话 来谈一谈这两个国家对香港抗议活动有什么样的反应 好 白话你好 玉文你好 是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官媒过去以来 一直对于在俄罗斯的抗议 在乌克兰的要求民主的呼声 都说这是外来势力的一个支持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一次再看到香港的抗议活动 俄罗斯的官方媒体是怎么样评论的呢 的确是这样 那个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呢 过去评论自己的本地的示威 还有这个乌克兰的示威 一直是认为是这个外来势力在操纵 那么至于说这一次对香港示威 俄罗斯官方媒体如何报呢 现在来看报道的这个途径还不是完全统一 但是呢有一些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呢 现在开始报道说的是这个有这个外部超重势力 在这控制香港的示威 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官方电视台 俄罗斯电视台呢 几天前他有一个报道 他说的是谁在背后这个超重香港的这个示威活动 那么这种口气呢 这种强调呢 掉门呢 从这个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 其他的示威呢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至于说其他的一些俄罗斯官方媒体呢 他们报道有时候保持这个比较这个中间的这个立场 所以说这可以看出呢 这个克里姆林公呢 在对在香港这个示威这个问题上呢 现在可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统一的政策 因为俄罗斯他们总统办公厅有的官员 直接负责这个媒体 官方媒体如何报道 所以说他现在还没有一个口径 至于说俄罗斯官方媒体 为什么报道说有这个外来这个超重势力呢 可以看出就是说 一个是保持这个 他们保持这个传统的这个思维方式 另外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 俄罗斯跟中国这个两个国家的政权呢 在这个意识形态上呢 越来越相似 这个思维方法呢 思维方式上呢 也越来越相似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以看出呢 就是说 因为在西方制裁这个背景下呢 俄罗斯国内许多人是认为呢 俄罗斯现在是在这个 单独的这个挑战美国 单独的这个对抗西方 那么中国呢 是光说不做 所以说呢 国内的许多一些人 他们认为呢 会不会通过这次香港的示威呢 会不会通过这次香港的这个 西方国家 美国的这个反应呢 会推动中国加入到 加入到俄罗斯对抗西方的这种阵营当中 所以很多人非常非常期望 这种情况能发生 白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可能另外一个更加感同身受的国家 就是乌克兰了 乌克兰到现在对于香港抗议活动 他们又有什么样的评论和反应呢 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乌克兰也非常关注这次示威 当然从乌克兰媒体和一些人的反应来看 他们主要比较 就是说香港的示威跟乌克兰的示威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这个一致 有很多地方一致 比方说香港这个示威呢 许多市民上街呢 也是由于学生运动引起的 乌克兰也是 乌克兰那么示威呢 最早发生的是 几百名学生呢 是在这个市中心的独立广场示威 然后呢警察出动把许多学生给打伤 许多人甚至流血 这样呢引起了这个公民的愤怒 然后这个越来越多人 这个出现在广场上 另外一个相似的地方 就是说民众的这个热情的程度 比方说这个捐献这个水 物资还有这个食品 还有搭设这个临时厨房等等 市民这个踊跃参加 这个跟香港非常非常相似的 是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美国之音 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白话 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